我們就繼續講上次接下來的題目 上次其實是講到診斷青森兒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說 那些為什麼我們要去診斷小孩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主要是因為睡眠呼吸中止症 在小孩身上仍然會產生許多的併發症 這一章主要就是開始討論 睡眠呼吸中止症在小孩身上會產生哪些併發症 第一個部分是討論到小孩在認知以及行為上面的變化 其實小孩睡眠呼吸中止症最常見產生的併發症 就是行為上面的變化 行為上面的變化大概主要可以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屬於過動的情形 他們發現到說其實小孩的過動跟他打呼的次數頻率 有相當高的關係 第二個部分是注意力不足 注意力不足的特色就是他們發現到說 小孩一旦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就算是輕度的 就可能會產生注意力不足的併發症 比較典型的產生缺陷的部分 主要是視覺跟聽點的注意力不足 第三個是屬於親半性的行為 也就是小孩雖然沒有注意力不足也沒有過動 但是他可能會有一些比較異常的行為 包括暴力行為 或是一些行為方面的異常 真是讓你覺得小孩有點採勾自己的感覺 這些行為其實如果不去處理它 不去控制它 他們發現到之後 這些小孩之後 產生犯罪行為的比例 是比一般的小孩要來得高的 他們發現到說 其實如果小孩有進犯性的行為 你去控制它 有兩倍的人是相對比較容易產生睡眠呼吸 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小孩 有兩倍的風情因子 是比沒有的要來得高 容易產生這些一場的行為 其中症狀最典型容易產生 就是有正面無異動症的人 如果說那公司辦這個白症 會有打砸睡眠的情景 這樣的小孩之後 有一些情緒異常 或行為異常的比例甚至更高 其實要看小孩有沒有行為異常 其實小孩自己本身是不會跟你說的 所以要你問的人 其實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他們發現到說 其實如果小孩的行為異常 你是去問老師 你可能會問不出這些現象 但是你去問家長的話 家長可能就會告訴你有這種現象 所以你的研究結果 如果說你的問卷是給老師點的 那你會發現到說 睡眠呼吸中症 可能跟暴力行為是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說你的問卷是給家長點的 那你會發現到說 睡眠呼吸中症 跟那些暴力行為是有關係的 其實小孩的行為異常 不是單純只有暴力行為 會以不同的表現型來表現 像有些人就會用焦慾症來表現 但是有些人就是用 有點像社交情緒症 就是不根本講話 是莫煌的表現 那有些人就是一直抱怨 他全身上下 周圍不舒服和平靜 可是他怎麼去看醫生呢 你都找不出原因 那甚至有些人就是以社交 做情緒方面的異常來表現 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睡眠呼吸中症症 在小孩的表現並不是單一的 它很有可能會造成不一樣的表現 所以當小孩有異常的行為 但是你找不到原因的時候 事實上是可以考慮 往睡眠呼吸中症的方向去尋找的 他們發現到說 其實睡眠呼吸中症症 最直接有相關的 還是注意力不足以及過動症 他們發現到說 小孩只要有睡眠呼吸疾病 再來就是睡眠呼吸中症症 他就發現到說 有五倍的機率 是有比較高的風險 會產生中症症的情形 另外他們發現到說 對於輕度的小孩 輕度有睡眠呼吸中症症的小孩 如果同時伴學者有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那這些小孩 如果你能夠去手足治療 他的睡眠呼吸中症症 那他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情形 也會有改善的情形 那繼續的話 剛剛講的是行為 那我們繼續去講認知 我們都知道 其實睡眠呼吸中症症的小孩 大家的認知就是認為說 他們的血液成績相對是會比較差的 所以就有人去研究說 是不是真的會比較差 他第一個上次去研究他的智力 他們發現到說 小孩有睡眠呼吸中症症 他們平均的智力 真的會比沒有得到來的低一點點 但是呢 仍然是在正常的範圍 還不到智能異常的現象 那最主要智能缺陷的部位 是在語言的方面 其他的其實沒有明顯的差別 就是什麼空間 數學 語體 所以那就沒有了 他比較明顯是語言 不過因為刺激這件事情 其實並不是單一因子可以小空的 他還是跟他的基因 還有他的家庭教育 以及他的生活環境有關 所以我們不能直接的說 睡眠呼吸中症會導致你的注意檢查 但是第二個部分 記憶力就有明顯的差別了 他們發現到說 睡眠呼吸中症主要會影響到的 原來是短期的記憶 其中最明顯的是圖像記憶 他們發現到說 小孩一旦有正面呼吸中症 他對於記憶圖像的能力 相對於沒有的人 可是比較差一點點的 但是對於長期 以及中長期的記憶 是沒有很影響感的 接下來就是大家關心的 學業成績的部分 大家都發現到說 其實有正面呼吸中症的小孩 學業成績真的相對會比較低 不管是數學的語言 或是科學的方面 他們的成績平均起來 其實相對都會比沒有的要來的低 甚至這些小孩沒有睡眠呼吸中症症 只有smalling的情形的時候 從地起來也是有層次的差別的 如果說要講指數會造成 小孩可能有學業問題差別的 主要是看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他的睡眠干擾指數有沒有大意義 第二個是他睡覺的時候有沒有伴隨著缺氧的情形 如果有的話 這些小孩之後 就是假如說他還沒有上小學 但是PSG做出來data是這樣 那他之後相對就有可能會影響到他的功課 但對於整體的執行能力來講 會不會受到影響呢 他所謂的執行能力就是指說 他必須根據他的記憶去計畫一件事情 然後再根據他的計畫去執行 然後與你的溝通 他會發現到說其實小孩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本身是不會影響到他的執行功能和變化的 那睡眠呼吸中止症其實根據統計 有很多的人之後都可能會產生情緒異常 最高的數字有發現到說 如果我們剛剛講的那些行為異常 不單純只限於注意力不足及波動症的話 四歲就有六成的小孩做一些行為方面的異常 甚至到七歲有人統計甚至會到百千之八 這個說法主要就是要講說 當你發現小孩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同時犯隨著有一些睡眠的症狀的時候 其實是要積極的去治療的 目前的第一線治療仍然是檢查現實現樣值的切齊 有人就去討論說那我切一切之後 那個AHI改善了 那是不是他的那些行為模式 他的那些認知功能也會改善呢 他目前發現到說 比較有改善的仍然是視覺以及 以及他的記憶力的部分 但是對於語言以及智能的部分 可能是影響不大的 這個還是跟剛剛講的因素有關 因為是當影響性能和語言跟他的家庭環境 還有他的家長教育有關係 那為什麼會睡眠呼吸中止症會引起情緒 以及語言以及一些記憶力的變化呢 情緒方面主要是因為睡眠呼吸中止症 一旦發生了小孩的睡眠會發生被人在干擾 那當然在干擾之後呢 他的大腦就會產生一些發炎階級 以及肌肉質會變多 那這樣一來呢 就會使得我們大腦的一部分神經受到損傷 那如果說他損傷的部分 當然是在我們的frontal cortex 的地方的時候呢 他就可能會產生情緒以及記憶力不足的心情 那第二個部分主要是記憶力為什麼會變差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們的海馬骨 一看受到這個發炎階級的破壞 那他的心意就會變得更慘 那這是認知心緒的部分 那我們繼續講清潔管的部分 那其實小孩只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其實也會去影響到他的清潔管系統 那最主要的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是當他反覆性的產生 症人家產生睡眠干擾的時候呢 他的膠管質已經相對是會比較興奮的狀態的 那第二個,睡眠呼吸中止症 他本身會是體內的二氧化碳天超級 那氧氣天低 那這樣一來呢 他也會使他的膠管神經的活性變高 那所以病人的血壓跟那個被動脈的壓力 相對也會比較高一點 那第三個 因為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狀況下 小孩吸氣吸不到 所以當他在吸氣的時候呢 他的胸內腹量其實就會變高的 那正在腹腰變高的時候呢 血液回流的量會變多 血液回流量變多的時候呢 那個心臟的做工就要變得更大 那所以對於心臟的負荷其實也是變得更嚴重的 那其實我們本來體內是有一連串的 生理醫治去幫我們調控體內的血壓的 那第一個是屬於化學受體 他本來化學受體在我們缺氧 或者是二氧化碳上升的時候呢 會藉由血壓的調控以及 喘氣以及二氧化碳起初的模式 來幫助我們把血氧維持平衡 但是當他靈感度變高的時候呢 他就很容易會產生過過過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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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因為小孩應該是講病人 病人如果說殘疾在高血壓的狀況之下呢 本來正常會藉由一個Bell-O-Riscent 來幫助我們血壓調控下來 但是因為你常期主在高血壓的狀態呢 這個Bell-O-Riscent的靈感度會變差 所以他的血壓會一直持高而止下去 那剛剛講的是神經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其實內分泌系統也會受到影響 當我們消感神經是處在抗分的狀態的時候呢 其實另外一部分是我們的Ris系統也會誘發 Ris系統主要是因為當我們 體內的液體或者是血壓電子少了之後呢 它會藉由肺臟以及腎臟的功能 來幫助我們把緣分跟血分留在體內 它正面呼吸用的熱能其實它本身並沒有血壓變低 或者是液體變少的情況 但是這個Ris系統卻被活化了 它被活化的狀況下就是它的子液體的減增 所以相對的壓力都會變得更高 另外一部分其實除了Ris系統之外呢 正面呼吸風吹症因為體內有一段時間 一直在缺氧的狀態 另外呢 也有它的大腦呢 反覆性的被正面剝奪 所以它的發炎介質也會變多 那最主要的發炎介質就是 IL-6、TNF-R法跟治療機 那這些物質其實在體內一旦產生了局部的發炎 也會使我們的血管相對是比較脆弱的 那所以腳腺型就會用高血壓 或者是那個心臟比較無力來腳腺 那另外 其實睡眠呼吸中止症 它本身因為反覆性的打呼 使得軟脂肌症狀 那這一連串的微小症狀 其實都會導致局部的肌症發炎 那局部的肌症發炎就會導致 所以腳腺的症狀就是肌肉的發炎 或者是神經有畏縮的肌症 那這樣一來的話也會使得局部的發炎 更嚴重 它導致這邊的肌症變得更嚴厚 所以就有人來去討論到說 睡眠呼吸中止症在小孩身上 是不是會跟大人一樣有產生血壓的變化呢 他們就發現到說 右邊這張圖 橘色的就是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小孩 紅色的就是一般的小孩 他們就去偵測他24小時的血壓 他們就發現到說 其實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而且你睡眠呼吸中止症是嚴重的小孩 他的血壓其實是都會變比較高的 但是這是腿磨脈牙 腿磨脈牙到底沒有什麼的影響 根據這個表格就是發現到說 其實正面是居中症 他的確是有可能會導致結拉 肌症比較高 這張圖其實是看他的心思厚度 那張圖發言到說 左心思的厚度抹如果越厚 那就代表他需要做的功越多 我們發現到說 如果有人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 相對於他其實有打呼的 他那個心肌的做功量 的確是特比一般人要來得高 也就是說 其實睡眠呼吸中止症 他其實也會影響到他們的疲倦功能 詳細的數字就是 要發現到說 其實高血壓還是跟跟睡眠呼吸中止症有關 第二個磨脈高壓的部分 就跟睡眠呼吸中止症比較沒有關係 不過如果說小孩今天有一些天天性經常病 或者是基因的異常 導致他有脈高壓 這時候如果他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話 他的情形就會變得更嚴重 第三個部分是講到親視的部分 阿倫發現到說 如果小孩的AHI大於10 他有6倍的機率是會有 那個親視肥貢的情形 尤其是所親視 原因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繼續我們就講到 有關於親塵太一切部分 在睡眠呼吸中止症上 所表現的一些特色 其實小孩之所以 會產生睡眠呼吸中止症 從這邊作者的觀點 他們認為一開始的原因 其實給胖的確是有一部分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跟他睡眠時間變相關 那睡眠時間變短 他們如果說他同時又泛水有肥胖的情形 他們發現到說胖小孩比較不喜歡睡覺 他們比較胖的話 有兩倍的比例 他們睡覺時間當最後比較短的 當這些胖小孩睡得比較短的時候 他們會發現當他睡得比較少吃的東西 之後變得比較多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呢? 最主要就是發現到說 其實這些不愛睡覺的小孩 他其實是處在被生命剝奪的狀態 所以他體內的瘦數會變少 那肌餓數會變多 那就會導致他開始出現這種 限制的食東西的行為 那這些東西如果說你不積極去治療 他們發現到其實過了過小之後 你才會去改變他的睡眠習慣 其實相對都是很困難的 所以為什麼會講到說 睡眠跟新陳代謝有關呢? 作者就整理出了一張兩個 其實這是這一張的主要內容 我就慢慢講 其實這兩個方法 他應該一開始是講到說 小孩有一些情緒方面的行為 或者是說他的自己本身生活習慣不好 晚上愛看見吃愛喝茶水 或者是說他本身睡眠習慣不好 晚上還要朝勤返 有一些是跟他基因有關 就是有些人天真就是有夜貓子的基因 以及他的社交地位 他們發現到說低社經地位的相對睡眠習慣會比較差一點 很有可能因為工作時間長或是居住時間長 就能玩的時間長 所以他們就拿睡眠時間來玩 這些因子就會導致他長期是居住在被睡眠剝奪的情形 在被睡眠剝奪的情形之下 我們身體會藉由新陳代謝的調整來對抗這樣的壓力 第一步他就會改變我們體內葡萄糖的平衡 因為我們身體是居住在心冷的狀態 所以他會藉由增加我們葡萄糖的量 來幫助我們控制 維持我們體內的能力性 第二個部分 其實當我們居住在睡眠剝奪的狀況下的話 我們的發炎電池與氧氣自由基的量其實也是比較多 身體居住在發炎的狀態 也會比較傾向說 持費一些能源來幫助我們面對這樣的發炎 第三個是 當你居住在睡眠剝奪的狀態之下的話 我們體內的荷爾蒙 除了剛剛講的瘦素會變好 肌肉素會變多之外 腎上腺素以及皮質素也會有變多的情形 這樣一來的話 都會使得我們身體滑 那個要儲存能量的方向前進 第四個部分 其實這些病人 當他居住在正能波羅的狀況下 他的膠環曾經活性是比較高的 膠環曾經活性比較高 我們身體就會 當活性完之後就會比較傾向 要多儲存一些能量在體內裡 面對下一次的壓力 這些因子之後就會使得我們的體重上升 之後就產生了肥胖 這樣的肥胖就會上來導致 它產生了比較明顯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而這樣子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根據統計 你的小孩的DMI 只要增加1 那他產生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體力 就會增加1成 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 比較胖的人 他相對的呼吸道 是比較狹窄的 不管是因為他的腿腦間脂肢 還是說是他上升氣道的脂肪脂 所造成的脂肪 第二個部分 其實是跟他如果比較胖 他包在胸膝外面的脂肪 就會增加他腹膝 所以他腹膝做功就會比較多 他腹膝做功比較多 他相對比較脆力 他就比較吸不到氣 他就會比較容易產生 變得呼吸中止症 第三個 就是他對於 瘦素如果說產生 比較不敏感的話 其實他們發現到時候 也會去影響到他的腹膝反射 就是吸氣氣到底 出來的HPVF 當他這個瘦素不見的時候 他就有 就是他產生肺脂肪 就沒有那個瘦素來幫助他導致出來 所以相對就比較容易產生 對面呼吸中止症 以及HPVF 剛剛講的是陪抗症 就有人去討論到說 那會不會去影響到他體內的血脂肪 他會想要這樣研究 是因為科學家有人 曾經發現到說 當體內那個血紅素如果缺氧的狀況越嚴重 其實斬霧唇 以及體內的血脂肪的量 是會變高的 最主要是為了維持滲透壓的穩定 所以有人就認為說 那睡眠呼吸中症 讓血氧變低的進去 也會斬霧血脂肪變多 那你就發現到說 如果今天去抽血 那個病人他的HPVF相對是比較低的 那他就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應該是轉過來講 就是如果你去抽正常人的血 跟去抽中度以上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人 去比較他的HPVF 他會發現到說 那個正常的人 有三倍的比例 HPVF是比較正常的 但是他有特免呼吸中症的人 相對會比較少一點 那這個會跟AHI有關 就是如果說AHI越高 那他HPVF就會越低 不過他沒有血度無確的數字 另外也有人去發現到說 如果說今天有高血脂 然後又同時有一些血脂的異常 那你藉由手術去框震 他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再半年後去追蹤他的血脂肪 是有機會會改善的 那其實這個一部分 是跟環境以及他的睡眠不好有關 那另外一部分 他發現到說 其實不是每個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 都會有高血脂的情形 那最主要還是跟他的基因有關 如果說他本身帶有HPVF或基因的話 他相對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但血脂會有高血脂的情形 是怎麼比例呢 血脂比較大一點 那其實有人去討論到說 跟糖尿病有沒有關係 那不過糖尿病結論就是 還是跟誰況有關啊 那不是因為睡眠呼吸中止症因此的 那只是說如果你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相對他有糖尿病嚴重的極度 可能相對會比較大 那高血壓剛剛有特別例一方來討論 所以我們就不在講 那第四個就是 講到說那個脂肪肝的部分 那還是跟肥胖有關 只是說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 那第一線治療其實還是 扁桃腺跟限量級的接觸 那作者有寫到說 如果今天小孩扁桃腺其實不大 而且但是他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如果他小孩五歲的話 因為相對手術工程比較高 你可以考慮單純做限量級的接觸 但是如果說他明前有睡眠呼吸中 跟大於五歲的話 你還是會建議兩個都一起弄 扁桃腺切除其實目前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包括電燒、冷酥氣化或紙摩刀、電量刀 可以幫助我們把扁桃腺切掉 不過因為有些人會在意到說 扁桃腺在小孩來講 還是一個免疫組織 那我們是不是只要把部分扁桃腺切掉 然後就可以改善他的最免呼吸中止症的人 他們就說有些人會去做廠期LOGOM 那作法就是把扁桃腺的Touch流程 留以部分的軟組織 但是並沒有把整個扁桃腺切掉 切法也是有人用雷射 麥克里華爾特或是RF 他們發現到說短期來講 的確把部分扁桃腺切掉 他的扁桃腺的確會變比較暢通 不過改善機率大概只有2分之1 而且他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你如果沒有切完 他其實之後還是有一層的人會再檔回來 就是變成第二層新的扁桃腺 對於這些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 如果你真的去開招 會發現到說不管睡眠品質 或者是行為 或者是學業成績 還有認知的功能 其實都會有改善的實體 但是其實不是每個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小孩 他一開招之後就會跑 根據統計 其實大概有27%的人 就將近4分之1 他開完之後還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成績 那作者有提出幾個宮頃音質 就是這些人 你之後開招 就是要跟他講說他的癒後 就不要討論得太過明確 他主要就是第一個 他是誰胖的小孩 第二個他HRI很高 第三個他本身如果有氣床 或是食道逆流的情形 第四個是他有一些先進性的疾病 他最典型的就是唐室症跟麻痺 那這些人相對的你去做TKIA 能夠改善他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疾病 就比較有限 所以在跟他們解釋癒後 就不要解釋得太過果斷 第二個 其實這些人其實除了開刀的 本身效果不好之外 他們產生那個 手術後產生突發症的比例 也相對會比較高一點 那根據統計 就是如果說 我剛剛講的那些因子 那個術後產生肺腿 當是食道疾病或缺癢的情形 甚至有可能會是高達百分之三是大 所以 作者就有提出一張表格 這個表格就是在告訴我們說 如果是這些小孩要開刀 第一個不要太答應他 不要跟他講說開的效果會多好 第二個是如果真的要開 他們會建議至少要住院 最好是要準備加護病房給他們 那包括了哪些呢 第一個是手術的年紀小於三歲的 第二個呢 是PSG做出來是重度的 那他的血氧會低於80 AHI大於10 或者是有hyporengelation心臟的人 第三個就是他已經產生病態型的肥胖 或者是他本身有天天性的肌肉 或者是神經的異常 或者是他本身心臟的蚊子 產生門邁高壓 還有一些就是 不管他是常識症還是乳原缺陷的小孩 還有就是他如果本身有氣喘 或者是發展食環的人 那這些人在拆刀的時候 需要特別的小心 那另外呢 就是假如說他曾經有 有因緒手術把麻醉過 那麻醉的過程當中呢 有出現病發症的 那這些人呢 當你決定要幫他做給麻醉接觸的時候呢 最好就是要跟他解釋的比較詳細 讓他知道說手術其實風險相對是比較高的 而不是當成就是切碗面移植的 那所以 作者就有推薦就是 事實上 對於一個小孩啊 要不要接受限量體及檢查線接觸 比較理想還是 在手術之前做睡眠生理檢查 那其實做這個檢查的目的 並不是就是要看說 他到底是中度還是輕度 最主要是為了降低他手術產生 並發症的比例 因為他們發現到說 其實如果說 小孩在素症的AHI相對是比較高的 或者是血氧呢 像剛剛講的是小於80的 那這些素貨產生並發症的比例呢 相對呢 就會比較明顯 所以他就很明確的講了說 如果小孩是小於3歲 要做C加F 或者是重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或者是血氧呢 小於80的 你真是在開完刀之後呢 要幫他準備加護病房 那 對於一些 先天有神經肌肉異常的小孩 如果說 要做扁腦腺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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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腺 因為他們的腺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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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腺 提下来对他帮助就不大了 你反而是应该要去纠正他本身乳骨发展异常的情形 比较常见的乳骨异常就是 第一个是有关于虾骨异常 虾骨异常在小孩身上 他们会建议的做法就是 在他的虾骨这边钉起来的钉骨 然后用一个银行杆 然后就随着时间的据换 慢慢把他转让他往前挡 改善他下巴后座的情形 来改善他让他腹脂道比较冲一点 之后就比较不会有对名呼吸中毒的情形 对于伤恶骨狭窄的病人 就是用伤恶骨伸台器慢慢的把他转开 让伤恶骨开了之后 呼吸道床最后比较胖空 就比较不会象征对名呼吸中毒之类的情形 刚刚讲的主要是手术 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人开完刀之后 他仍然有睡眠呼吸中毒症的情形 或者是就是刚刚讲的那一群不适合开刀的病人 他们是不能开刀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要知己人去治疗他睡眠呼吸中毒症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羊牙呼吸去治疗 根据教科书来写 其实小孩要接受羊牙呼吸去治疗 至少要大于7岁以后才能够治疗 另外他们会建议就是说 要带的其实大部分还是 如果说他的AHI是大于5的 那就可以考虑带 那不管是谁啊 如果小孩要带羊牙呼吸器 一定要做羊牙呼吸器调解 那为什么要做羊牙呼吸器调解 等一下作者会讲 大部分会用在这些羊牙呼吸器治疗的病名 还是跟刚刚讲的那些乳骨异常 常治症 或者是有一些情依肌肉异常的小孩 或者是他本身是肥胖的 就是你凝固他开刀异或不好的人 你再考虑让他应该这个方式治疗 那如果说他那个呼吸道夹载真的很严重 压力要用到很高 那在文章里面是写大于14的话 或者是那个看水耳 i-po-regulation的情形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用双羊牙呼吸器 那对小孩来讲 比较好的还是写照 因为照的话他们发现到说 那个气很容易找到胃里面 让他继续长起来 那接下来就讲说 为什么小孩在带羊牙呼吸器 一定要进入睡眠用心做羊牙呼吸器调解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其实小孩带羊牙呼吸器 关键角色不是小孩本身 是他的父母 因为小孩带羊牙呼吸器 带得好不好带不带得住 父母串女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他们会建议 假设说今天有一个小孩 他确定要带羊牙呼吸器了 那就是让小孩来睡眠中心 那他们会要求 家长要陪着祭司做羊牙呼吸器调解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几个 第一个是让家长知道说 这个羊牙呼吸器要怎么大 那以及这个压力要怎么调解 以及让家长知道说 小孩带了这个羊牙呼吸器的状况 这个时候呢 那个怎样算是OK没问题的 那怎样呢算是不好了 那以及让家长操作就是知道说 什么状况下带是好的 那什么状况下 可能会需要求助 然后再重新试试 那其实不管家长琢磨的认真 还是会遇到一些 就是没有办法配合的小病人 那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 第一个他年纪太小了 或者是第二个他本身有智能伤害的 那这些小孩 那我们是不是要强迫他 还是要来做Hipop的姿态呢 他们发现到说 如果说这些小孩真的不能配合 那就不要勉强他 那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是让他在家里 先试着带阳压呼吸器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那个压力不要调得很高 所以至少让他带得住 然后呢让家长观察 假如说他在家里带的时间 可以超过六个小时的话 那你再来睡眠东西 然后我们再帮你做阳压呼吸器调解 去寻找合适他的阳压呼吸器的压力 等下做者等下会讲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你不这样做 根据统计有三分之一的小孩 大概六个月之后 就不带阳压呼吸器了 有一些人会比较愿意带 那这主要的因子 就是小孩其实本身有意识到 他的顺利品质不好的 然后他带了阳压呼吸器之后 他自己有感觉症状有好的 那这样一来 他那个寸衣服性相对比较高 但是如果说他本身年纪是在比较大的状况下来大 或者说不晓得为什么他写黑人 就是如果是非裔的人 他就比较带不住 这个有可能是跟他们那个 就是对于阳压呼吸器的认知 比较差的关系 那作者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如果小孩 第一个礼拜他就带得住阳压呼吸器 那他之后带得住的比例会比较高 那如果第一个礼拜带 就一直抱怨的那种 那种之后你再教他带 你大概他也带得太住 所以作者根据这个因子 他有提供了一个 就是让小孩比较带得住阳压呼吸器的方式 就是其实小孩在一开始带的时候 会建议他就是压力都给他调轻一点 就算有理论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就是让他带的时候 不会有不舒服的经验 那如果说小孩带中 就是比较轻的状况之下带得住的话 他之后愿意带压拉呼吸器的比例 也会比较高一点 那其实正眠呼吸中止症 也不是每个都做T加A 还是要根据病人的状况来做决定 例如说小孩很明显就是太胖引起了 像那种小胖胃力症 那一种的其实你最主要还是要叫他去减重 至于是不是要做到那种减重手术 作者在这里恩来自主义时宜 因为小孩子你叫他去做或要绕手术 他本身是没有诞成 而且目前也没有文件证明说 这样做是有效的 那常治症的小孩作者呢 他其实建议了第一线治疗 还是减毛线加限量级的接触 不过当你在帮这类型的小孩开刀的时候 要让他知道其实他处发比例是比较高的 甚至开一开之后是不会好的 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其实是因为舌头太大暴震了 所以你去切减毛线或限量级的 那个病不吃饭 他整个估计要打头了 另外一部分就是 如果是婴儿发生对面呼吸中止症 那这一个时候就要想他有一些肩肩性的异常了 因为正常来讲婴儿肤应该出现了 所以如果说他是因为颅骨啊 或者是那个上额裂所产生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话 那就是根据他主菜的部位去做治疗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小乳醉的 如果很明显是电样子栽出 那就把电样子切掉 那如果是因为呼吸道不通 那就放着鼻炎管让他呼吸道不通的 那另外其实要比较担心是活脱软化症 它活脱软化症大部分是观察 如果说有人讲到他的症婴活脱症的话 我们还会去把一部分的症婴暖鼓解掉 那最后一章其实就是 根据上面所讲的统计啊来讨论说 那婴儿户气中止症对一个耳鼻和科医师来讲 我们要怎么去凝固小孩的状况呢 那第一个是讲到病死 那其实婴儿户气中止症 他在小孩的胜情率大概是一成 我们发现到说 他是说今天小孩只是单纯而法夫 你大概唯一能发现的症状就是 除了他打鼻之外 就是你让他的血压或鼻翻人家来得到 那如果是正面呼吸中的症状不一样呢 他会用很多不同的症状来表现 那比较典型就是说 晚上七到一半的人呼吸 或者是七到一半会被自己上行 但是有些人就是会用白天头痛 或者是口干口透的提琴来表现 那正是有些人来是跟你讲说 晚上睡觉会梦游 或者是会讲梦话 或者是会夜尿 他正是有夜心或抹牙的情形 所以如果说有这些症状 其实如果我们第一件事情还是要去看看 是不是有一些事记到血 才导致他对人的疾病症 那如果说他其实已经长期都没有治疗 或者是他本身有一些 天天性清血管的疾病的话呢 你可能会发现到说他同时犯罪者有 心事肥大、心衰血、患气不足 或者是肺炎症的心血 那这些如果说他本身有这些天天性心脏病的脚踝啊 如果你没有记几个肌治疗 他最能呼吸中止症 那他之后总共进化症 就会比一般人要来的高的 那其实对于耳鼻后科医师来讲 主要还是去看他上呼吸 到底有哪个部位是鼓塞的 第一个就是看他的鼻腔 本身是有鼻中革腕区 鼻脚肥厚或鼻脂肉 口腔的部分就是看他有没有点条线的鼓塞 或者是舌根的肥厚 内置性肥厚也要帮助我们看一下 他的喉部以及喉咽部 是不是有舌根的肥腦腺肥厚 或者是说跪焉厚厚的情形 外观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 他是不是有上二股或下二股的萎缩 或者是有发展势患的现象 那如果有的话 代表他的最能呼吸中症 其实是有影响到他的发展的 以及他的这些呼吸道的狭角 也会造成他最能呼吸中症的情形 变得更严重 有一种类型的病人 他会建议就是已经 就是你最好在开刀之前 还是帮他做最能生理检查 就是病人想开刀 但是你所问又问都没有问出 他有最能呼吸中症的症状的话 他就会建议要开刀 而且要做最能生理检查 第二个部分就是 如果你评估这个病人开刀 风险性相对是比较高的 不管家人愿不愿意做睡眠生理检查 最好就是还是要建议他要做 开刀风险 为什么要做呢 主要是因为如果说data做出来 是死亡 他这里病的有利有欧杀是A才大于 他如果是欧度小于80 然后银记小于三岁的 这些其实你之后去帮他开刀 他产生病患症的比较高了 所以以上这类型的病人 如果真的要开刀 那可以加入病房给他们 有些病人其实他不愿意开刀 想要先用药物治疗 目前比较有效的药物 其实是鼻用会入存 这一类型的药物 是适合用在哪一型的病人呢 当然发现他如果病人单纯只有健康体肥后 你给他用鼻用会入存的话 当然如果说他本身睡眠呼吸中心 又是轻度的而已 那你分一分之后 是可以通知出他的睡眠呼吸中心的 不过时间不长 只能维持8个礼拜 那作为点条件肥后的人 你用鼻用类固疼是没有效的 那如果给他吃类固疼没有效呢 他们发现到说转息的话 一样就是转息 转息的话 其实他睡眠呼吸中心的情景会有帮助 但是长期的话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对于睡眠呼吸中指针第一线治疗 仍然是以扁毛线跟线样级的切除来当做考量 他只是说在你帮病人要切之前 你还是要去评估说他到底胎儿会不会有问题 他里面有写到说如果一样就是小于3岁 然后有重复睡眠呼吸中指针 或者是他有轻轻性的如连异常 或者是神经肌肉的异常 或者是长期症 或者是他有发展痴缓的情形 这类型的人要财高 最好就是至少要住院最好可以费ICU 那如果说小孩年纪其实是大的 然后他也没有明显对年纪系统里面的症状的话 因为在国外住院相对是贵的 这类型的病人也可以考虑用能诊包的方式去治疗 不过这个应该在台湾大家都会想住院 另外就是如果说他有心智衰竭 或者是肺重脉高压 在麻醉风险其实相对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这类型的病人 其实他主要的问题是跟他麻醉风险 那手术方面其实现在目前出血率大概是1% 有人会吃完或有听疯痛或伤口疯痛的情形 不过其实手术相对成功率是很高的 对于AHI介于5到10的人 大概统计最高的百分之百就会回到正常 如果是10到20的大概有一成的人才会有 如果大于20的有三成的 如果说病人本身是重度的 或者是他相对是比较肥胖的 或者是气床也少的 那他之后开完刀 有反映持续正能呼吸重的症的比例 相对度比较高 如果说病人其实在一开始是属于轻度或中度 也没有明显睡眠症状的话 你之后最终都可以继续运的关系 其实那个睡眠呼吸重症不是单纯是T加A 如果说你脊椎检查其他地方也筛住 你也是要继续去处理 包括如果是脊椎筛住 你就是传结他鼻子过敏的心情 他会建议还是先用药物来当第一线治 主要一下子就把脊椎检掉 第二个部分是 如果你有明显发现他的软垃有过长的属性 或者是他的胭口部就是有小载的现象 你可以考虑做荡垃层情走速 不过目前发现在小孩做荡垃层情走速 将对于T加A其实并没有比较好的改弹心情 有些人其实迷你大折否明起的 你要处理的是舌根的问题 目前来讲对于小孩来讲 还是用凝数器化的方式去治疗就好了 不会建议到说去动他的鼻头 把他的鼻头往前拉 让舌根不要搭建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架按股其实有很多的牙包 如果这个时候把他的鼻头打断 其实就会找回长号带上的牙包 他之后就有可能会找出他牙齿长不出来 另外一部分其实是下腹气道的部分 如果他有活脱软化的部分的话 如果他伴随着有发展痴碗或推移困难 其实你就是必须要去处理他活脱软化的问题 根据肯定如果他已经到着发展痴碗 你就裁刀1-9分的人去购物财散 他这个人不是什么这样的原因 如果说是上腹股或是下腹股的软说所引起的 那你反而就要去匡正他的那个 上腹股或是下腹股交代的事情 如果说上述了所有事情 他都做过了 他还是都不行 那最后一件就是做妻妻 只是做妻妻要让家主知道 这个小孩做妻妻 这些相对生活平均是很差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就是定量才是定量的 那如果小孩是中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其实麻醉的风景相对是比较高的 所以最好如果说要开刀之前 还是要让麻醉科医师先做麻醉素前评估 他要不要因为他产生呼吸到病差症 比较明显 所以就要把他的妻妻一直留着呢 那我们发现到说对于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小孩 我们把他的妻妻留着时增加感染力 并不会然后增加他住院的时间而已 并不会那个降低他的病高症 好那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结束